第591章 一触即发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与木 谭云话音方落 黄甫玉 木梦义 一口同声道 谭云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意思 随后 罗凡 南宫如雪 杨冲 柳依依 方清汉 高不骄 和望延 七人相继表示谭云的决定 便是他们的决定 眼见此目 顿时 圣魂道场中 二百万余名弟子 彻底炸开了锅 我有没有听错 功勋一脉的谭云识人 竟然已经狂妄到了这种地步 是啊 还特么想一脉单挑九脉 是谁给他们的勇气 又是谁给他们无知的胆子 哼 要说我 谭云他们知道 京度时脉大比 他们功勋一脉会倒数第一 这才胡乱装个逼而已 哼 这位仁兄的间谍 仔细想想 还真有这个可能 你们想一下 功勋一脉才建立六年多 就算他们一直待在时空法宝内 又如何 即便他们晋升练魂境大圆满 又能怎样 关键他们根本没有抵御 没有功法 嗯 不错 空有练魂境大圆满境界 却没有强悍的功法 谭云十人 也就是空架子罢了 各卖弟子嘲讽之音 传入沈素贞 沈清秋耳中 二人尽管知道 谭云给功勋一卖弟子们 提供了强悍的功法 可毕竟单挑九卖九十名强者之事 二人坦白讲 并不看好谭云十人 相反 得知谭云是自己师父的沈素斌 他现在对谭云几乎已到了 盲目信任的程度 姐姐 清秋 你们不用担心 我相信 谭云不是冒失的人 沈素斌玩耳一笑道 哈哈哈哈 功勋首席的心可真大 受魂道人赤裸裸的嘲讽道 是谁给的他们 单挑我们九卖的勇气 本首席劝你 还是别让谭云他们丢人现眼了 就谭云十人 我受魂一脉 参加大笔的十名弟子 里面随便一人就能灭掉 圣魂道人附和道 呵呵呵 功勋首席啊 想出风头 可不是嘴巴上说说的 你在教育门下弟子前 还是得先教教他们 说大话的后果 只有死路一条 没错 五魂道人冷哼道 谭云十人 明知此度十脉 大笔必输无疑 而刻意提出单挑九脉 这无耻作法乃 不带五魂道人话罢 谭台玄仲从席位上豁然起身 语气威严 都闭嘴 顿时 圣魂道场中 鸦雀无声 谭台玄仲俯视着谭云 黄斧玉 木梦一识人 少加沉思厚道 自祖师爷建宗以来 针对先门九卖大笔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便是圣魂首席 之前所言的 通过四场大笔 来角逐和卖是前三名 第二种 正是谭云所言的一脉 向所有卖戏大笔弟子 发出挑战 虽然有第二种方式 但自祖师爷建宗以来 还从未有哪脉弟子 向其他脉弟子 发起挑战过 今日功勋一脉 却勇敢地说出来了 本宗主不要求诸位 鼓励他们 但至少这种勇气 不能被你们说得如此不堪吧 文言 方才嘲讽谭云的首席 弟子们 皆低下了头颅 谭台玄仲又道 若谭云十人 真的不仅单挑你们 九脉弟子了 且还胜出 你们想过没有 届时 你们的老联往哪个 被训的各大首席 长老 弟子们 嘴上不说 实则心中不以为然 他们认定 谭云十人 若能战胜九脉弟子 除非铁树开花水倒流 否则毛可能也没有 心中想归想 但面上 还是得恭敬面对宗主 不适 于是乎 方才叫唤最凶的圣魂道人 兽魂道人 武魂道人 毕恭毕敬道 宗主教训的事 是属下考虑不周 谭台玄仲 为理会三人 而是 意味深长地俯视着谭云 本宗主期待你的表现 话音俯落 谭台玄仲 嘴唇如动 一道担忧之音 传入黄斧玉耳中 我的宝贝女儿 谭云做事我放心 不过爹可放心不下你啊 待会儿给爹老老实实地待着 千万不可冲动 听到没 爹救你一个女儿 你可不能有事 文言 黄斧玉翻了个白眼 便静静地站在了谭云身旁 谭台玄仲看向谭云 一道声音钻入谭云耳中 谭云 黄斧玉究竟有没有战胜 其他卖天才弟子的实力 你必须说实话 若有 你点头 反之 则摇手 玄疾 在谭台玄仲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见谭云点了点头后 他心声充满了好奇 我的宝贝女儿 难道真的变得很强大了 带着期待 谭台玄仲测试圣魂道人 淡淡道 开始吧 是宗主 圣魂道人领命后 宣布道 接下来 九脉弟子 各派一人抽签 来决定与功勋一脉 十人对决的顺序 圣魂道人右臂一挥 一鹏灵力 在一号圣魂高台上空 幻化出九个灵力光球 五魂一脉所有炼魂禁弟子中 实力排名第一的是周伦 此人同时具有精 木 水 火 土无种属性 风雷一脉第一者是黄泽 身具风 雷霜属性 古魂一脉第一人是孔城 兽魂一脉是朱若霖 圣魂一脉是赵观云 丹脉第一人是徐玉龙 福脉第一人是和珅 镇脉第一人是武佛星 气脉第一是唐文祖 这时 九脉弟子领头人 弹指间 一缕灵力分别摄入悬浮于空的九个灵力光球内 当时 灵力光球幻化出一致九个数字 根据数字 随后对阵功勋一脉的依次是 丹脉 气脉 武魂一脉 古魂一脉 浮脉 风雷一脉 兽魂一脉 阵脉 圣魂一脉 嗖嗖嗖 随后 除了丹脉以徐玉龙为首的十名弟子 还留在一号圣魂高台上后 其他八脉八十名弟子 纷纷掠下了圣魂高台 羡慕而不甘地站在二百万仙门弟子身前 八脉八十名弟子 羡慕不甘的是 竟然被丹脉抢了先 他们深怕谭云十人被丹脉十人给灭掉 那此度先门十脉大笔的风头 岂不被丹脉独占了 反观丹脉十名弟子 除了实力排名第一的徐玉龙和排名第二的张绍华 看着谭云十人格外激动外 剩下的八人想到谭云越级挑战的实力 却显得极为凝重 本章完 第五百九十二章 一击必杀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与木 徐玉龙扫视谭云十人探出一根手指 掷地有声道 谭云 木梦义 罗凡 南宫如雪 杨冲 柳依依 待会儿 我是不会给你们这丹麦叛徒逃下台机会的 你们这些叛徒 势必付出惨痛的代价 花霸 徐玉龙带领九名丹麦弟子 足踏飞剑 射入了三号圣魂高台上 隔着二号圣魂高台 面带杀鸡地遥望着谭云十人 面对徐玉龙威胁 谭云并未应声 而是回首 看着黄府玉九人 低声道 待会儿无论谁先上 都不要留活口 黄府玉九人点了点头 这时 圣魂道人不屑地看了一眼谭云十人后 声若红中道 本首席还是那句话 刀剑无眼 生死各安天命 现在本首席宣布 功勋一脉对阵丹麦 大笔正式开始 花霸 圣魂道场中安静了下来 丹麦 气脉 武魂一脉 兽魂一脉 圣魂一脉 过百万名弟子 想接下来观看 谭云十人如何被宰杀 福麦 阵脉 古魂一脉 风雷一脉 过八十万名弟子 多数人也巴不得谭云十人去死 因为 方才谭云十人说出单挑九脉的刹那 激怒了他们 当然 这九脉弟子中 身为谭云 穆孟一致有的皇甫听风 柯兴仪 吐曹君陆仁 百里龙天 肖清玄 君不平 上官兵兵 公孙若曦 他们望着谭云十人 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之色 同时 几人得知谭云 穆孟一 已是炼魂境大圆满后 并不意外 他们清楚 功勋一脉出剑 需要竭力培育弟子 定是谭云 穆孟一等人 常年在时空法宝内闭关的原因 这一刻 唯有功勋一脉 一万三千多名弟子 显得格外激动 他们坚信 大师兄 牧师姐 皇甫师兄 定会大获全胜 杨功勋一脉之威 在功勋一脉弟子心中 精度十脉大比 其他九脉 将会是功勋一脉强大的垫脚石 功勋一脉 势必震撼皇甫圣宗 成为先门十脉最强大的脉戏 So 这时 三号圣魂高台上 一名身材魁梧的丹麦弟子 气势威猛地掠上了二号圣魂高台 右手一番 一把燕红的极品宝气大刀 自右手凭空而出刹那 当时 一股股灼热的气浪 自大刀内 弥漫出 笼罩着整座二号圣魂高台 使得虚空如波激荡 显然 乃是火属性极品宝气大刀 此人手持大刀 凶神恶杀地指着 一号圣魂高台上的谭云石人 闷声如雷 谁先过来给曹某受死 此话一出 台下二十万丹麦弟子 崇拜地望着曹阳 忍不住出声 曹师兄可是我们丹麦排名第十的强者 他修炼的玄火刀绝 那可是练魂静火属性 媲美瑰宝级的功法呀 是啊 我听说曹师兄已将玄火刀绝 修炼到十二层了 一刀之威 玄火漫天 威力强悍无比 我估计 除了谭云 木孟义 和曹师兄有一战之例外 另外功勋一脉八人 不堪一击 闻言 一号圣魂高台上 身为金 木 水 火属性上品资质的罗凡 对着谭云九人 口吻自负道 既然他也是火属性 那头阵就非我莫属了 正好 让所有人见识一下 我功勋一脉火仙秘点的厉害 让所有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知道 我功勋一脉火仙秘点才是最强大的 闻言 谭云点头道 去吧罗兄 我相信你可以 武魂道人闻言 忍不住直摇头 在他看来 整个皇甫圣宗 只有自己武魂一脉火属性功法 才是其他九脉火属性功法 无法匹敌的 武魂一脉 修炼火属性功法的弟子们 望着罗凡 亦是鄙视至极 少他娘的啰嗦 滚乖受死 曹阳望着罗凡 目入凶光 无知 罗凡右手持剑 化为残影 掠过低空 出现在二号圣魂高台上的刹那 灯时 浑身喷涌出一股股红色火焰 那红色火焰 犹如条条火蟒 围绕他旋转间 迅速变成了橙色 接着变成了黄色后 最终变成了绿色的火焰 火仙秘点 乃是一步可以修炼到 羽化成仙的功法 此秘点分为上中下三步 每步又分九转 第一转火焰乃红色 二转橙色 三转黄色 四转绿色 五转青色 六转蓝色 七转紫色 八转乃银色 九转乃金色 如今 罗凡已将上步修炼到了五转 而此刻 他自负 施斩四转 便可灭杀曹阳 嗡 随着罗凡施斩四转 他的气息节节攀升 一阵炙热的气息 从他体内澎湃而出 雕虫小剑 玄火刀绝十二层 玄火裂天 曹阳低吼肩 右手一旋 跃起五百丈 紧握手中火属性极平宝器大刀 朝罗凡力劈而下 嗡 顿时 一道长达二百丈的玄火刀芒 凭空而出 疏然 巨大的刀芒中 又分离出上千道长达三十丈的玄火刀芒 笼罩着整座二号圣魂高台上空 给我去死 曹阳立鹤 克然 二百丈的玄火刀芒 引领着上千道三十丈的玄火刀芒 带着一道道空间裂缝 气势骇然的轰然而下 欲将方圆千丈的虚空彻底毁灭 面对骇然的攻击 罗凡显得风轻云淡 浑身盘绕的绿色火焰 瞬间涌入了右手中的火属性飞剑内 斩 罗凡不动如山 右手持剑 紧紧朝苍穹一挥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嗡 一道百丈长的绿色火焰剑芒 冲天起的刹那 二号圣魂高台上空的空间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纹 曹阳那轰然而下的上千道三十丈的玄火刀芒 便土崩瓦解 轰隆隆 一阵惊天巨响中 绿火剑芒轰击在了三百丈玄刀芒上 不可能 啊 不 在曹阳绝望的尖叫中 那绿火剑芒瞬间击溃了玄火刀芒后 将曹阳吞噬 碰 哗啦啦 历史 曹阳整个身体爆炸开来 化为漫天飞溅的血肉 散落在高台上 显得格外的刺目 自始至终 罗凡始终驻足高台 原本罗凡纹丝不动的身体 此刻却剧烈发抖 他也未想到 火仙秘点竟强大如斯 强大到将曹阳一击必杀 本章完 第593章 接连杀敌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要知道 六年多前 罗凡还是先门丹麦弟子时 曹阳可是他仰望的存在 然而 现在他却将其轻而易举地灭杀 他如同置身梦境 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罗凡失神之际 除了谭云外 公勋一脉 公勋一脉上至沈素兵 沈素贞 下至所有弟子 皆看着罗凡感到深深的震惊 同时 公勋一脉其他修炼火仙秘点的上千名弟子 也信心十足 他们自负 若换自己上去 照样可灭曹阳 这莫非就是谭云 提供给公勋一脉活属性修士 修炼的功法 这时 楼阁上席中的坛台玄重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振奋之色 他仿佛看到 待将来自己一统十脉以后 让所有活属性弟子 修炼此功法 届时 自己皇甫圣宗 和聚永恒先宗 神魂先功 他也期待 接下来公勋一脉另外九人 会带给自己什么惊喜 尤其是女儿 但台仙 反观之前 对罗凡口中的火线秘点 不屑一顾的武魂道人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感受到火线秘点 恐怕要比自己武魂一脉 所有活属性功法强大 他极力回忆着 罗凡使用的活属性功法 可是发现 根本无法从火线秘点施展的威力中 推演出此功法的修炼过程 而之前 以为罗凡必死的武魂一脉弟子 以及个脉弟子们 感到脸颊火辣辣的燥热 罗凡用实际行动 像是一记记耳光 无情地抽在他们脸上 他们感到无地自容的同时 望着罗凡 感到后背凉嗖嗖的 这时 台下参加大笔的八脉八十名弟子 神色意识凝重了下来 哼 不堪一击 二号圣魂高台上 罗凡遏制着亢奋 望着三号圣魂高台上的徐玉龙九人 冷哼道 曹仙殿 你放心 我这就给你报仇 九人中 实力排名第六的韩国 带着悲痛的呐喊 深如利剑 射向二号圣魂高台上的罗凡 精力无极 枪破苍天 韩国如同掠上二号圣魂高台的猛虎 体内浑厚精致力澎湃而出 他双手朝罗凡隔空推出 灯时 空气爆破 空间震荡中 三十六杆精致力幻化而成的长枪 带着洞穿虚空般的威能 朝罗凡轰然平行而止 咻 韩国只见乾坤界一闪 一柄金色长枪幻化而出 紧随三十六杆精致力长枪 朝罗凡飙射而去 区区韩国 还想杀我 给我去死 罗凡耻笑间 浑身绿色火焰喷涌 他右手悬绕间 带起一捧百丈之巨的绿火剑芒 轰然笼罩向三十六杆精致力长枪 当当当 砰砰 急促的金铁交集声中 夹杂着碰撞之音 那三十六杆精致力长枪 在一道道绿火剑芒的脚杀下 溃散无形 咻 这时 已杀到罗凡身前的韩国 遏制着惊悚 化为一道飘渺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罗凡左侧 右手金色长枪灵动如蛇 直刺罗凡太阳穴 噗哧 罗凡仓皇后仰身体 看似躲闪不及 脑门上被刺出一道血痕之际 他右手持剑闪电般 朝韩国拦腰斩去 当韩国后撤躲过一剑之际 陡然间 罗凡挥出的一剑内 爆发出一道百丈绿火剑芒 不 噗哧 韩国身体腾空躲闪不及 双腿在绿火剑芒下爆裂 惨叫中韩国身体凌空倒飞 在求生的意念下 他落地的刹那 双手坐腿 猛然一拍高台 身体再次跃起 朝台下逃去 他身负重伤 惊恐万分 只想逃台活命 然而 罗凡岂会留他性命 把命留下 罗凡身影一闪 将手中飞剑制出 扑斥 剑刃带着一股血液 从韩国后颈刺入 从咽喉洞窗而出 扑 韩国口喷鲜血砸落在台下后 身体抽搐 艰难的抬手 望着三号圣魂高台上 神色悲伤的徐玉龙 颤声道 徐师兄 为我报 报 仇 话音中断 韩国弃绝身亡 韩师殿 韩师兄啊 三号圣魂高台上 当张绍华和另外六名丹麦强者 悲愤交加呐喊之际 实力排名第一的徐玉龙 突然 周身空间之力激荡 瞬间原地消失 出现在二号圣魂高台上空 罗凡 给我两位师弟陪葬吧 空间囚龙 充满杀鸡之音未落 历史 二号圣魂高台上 空间之力肆虐 形成了一个直径三百丈的空间囚龙 在空间囚龙下 罗凡大惊失色 感受到一股强悍的束缚力 从四面八方涌来 罗兄 快退下 谭云心神不宁之际 罗凡目光坚定 谭贤帝 我功勋一脉 绝无不扎而退之人 罗凡招手间 抬下韩国颈部内的火属性飞剑 朝他飞去 还不带飞剑射入罗凡手中 徐玉龙大吼道 空间绞杀 羞羞羞 噗哧噗哧 空间囚龙内 一道道由空间之力 幻化而成的空间之刃 包围了罗凡 带着一股股血液 转瞬间 在罗凡身上 留下上百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火线密点 无转 罗凡神色刚毅 煞时 浑身蒸腾起了十丈的青色火焰 他的气息再次攀升 咔嚓 尽管如此 可也抵挡不住空间之刃的绞杀 变得遍体鳞伤之时 树道空间之刃交织在一起 击断了他的胸膛树根肋骨后 带着喷勃的血液 从后背洞穿而出 啊 一声惨叫 响彻方圆百里 罗凡口喷鲜血 屹立不倒 而这时火属性飞剑 已飞落在他右手中 给我破 浑身是血的罗凡 犹如血池中爬出的血魔 他发丝飞扬 提表十丈青色火焰 涌入了手中飞剑内的刹那 他猛然一挥 一道长达五百丈的青火剑芒 轰然绽放 青火剑芒势如破竹地击溃了 密密麻麻的空间之刃后 朝惊恐中的徐玉龙吞噬而去 不好 本以为可以击杀罗凡的徐玉龙 惊慌瞬移十丈 虽然躲过了被一剑击杀的命运 但他的右臂又胸膛 却在青火剑芒中泯灭 轰隆隆 旋即 那五百丈的剑芒 击溃了空间囚龙后 消散无形 啊 惨烈而虚弱的哀嚎中 徐玉龙砸落在高台上 血液从他圣人的巨大伤口中涌出 显得格外的醒目 徒儿 快逃下去 楼阁下席中的仙门丹麦九长老 流着浑浊的泪水 嘶吼提醒着 徐玉龙并未逃 他面带惨笑 因为他伤得太重了 根本无法挪动身体 扑 扑 扑 遍体鳞伤 惨不忍睹的罗凡 左手捂着胸口 右手持剑 颤巍巍朝徐玉龙走去 罗 罗凡 徐玉龙不甘地颤声道 你这个卑鄙小人 原来击杀曹阳 韩国时 根本没有用权力 若非我大意 你 你怎么可能 是我对手 罗凡面带宁笑 置若网闻之际 忍痛猛然侧手 却是 徐玉龙轻尽全力 右手一挥 一根根毒针 从罗凡面门前标射而过 死 罗凡身体洒着血液 来到徐玉龙面前 挥剑斩飞了七头颅 本章完 第594章 横扫千军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语目 断头喷涌着血液 咕噜噜地滚落在尸体三丈万 徒儿 楼阁上 仙门丹麦九长老 忍不住地哭泣着 圣魂道场中 二十万名丹麦弟子 难以置信地望着徐玉龙的尸体 若非他们亲眼所见 打死他们也不幸 徐玉龙会死在罗凡的手中 罗师兄威武 罗师兄好样的 功勋一脉的众弟子 亢奋不已 这时 三号高台上 丹麦弟子中 实力排名第二的张绍华 遏制着内心的惊涛骇浪 目露杀鸡 纵身朝二号圣魂高台上 身负重伤的罗凡杀去 就在这时 谭云冷漠道 方清汉 你去替换罗兄 方清汉曾是谭云从内门圣魂一脉中选拔到 仙门功勋一脉弟子 其当初在内门圣魂一脉中 便是位于前十的强者 谭云知道 如今方清汉迈入炼魂境大圆满后 又将空间先点的上部功法 修炼到了第五层 他的实力 要远在罗凡之上 仅凭他一人 也有击败仙门九脉天才弟子的可能 是大师兄 方清汉周身空间如水连衣 郊区中弥漫着空间之力 瞬间出现在二号圣魂高台上 右臂一挥 一股空间之力卷住罗凡 将罗凡送在了一号圣魂高台之上 已经掠上二号圣魂高台的张绍华 发现方清汉速度快过自己 且还是空间属性后 就想退缩 绍华 你不是他对手 快退下 这时 楼阁席位上张绍华师傅 丹麦巴长老 忙不迭呐喊提醒 已经来了 我岂能让你离去 方清汉冷称之际 整个二号圣魂高台上的空间 犹如波涛般汹涌起来 他像是这方虚空的主宰 转瞬间 便出现在高台边缘 接着 一束剑芒骤然绽放 将张绍华咽喉洞穿 又一剑将其心脏刺穿 枪 得一声 方清汉从张绍华胸膛拔剑后 利影一闪 便冷若冰霜地 出现在高台左侧边缘 美眸不含一丝感情地 望着三号高台上剩下的丹麦六名弟子 大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态势 圣魂道场中 各麦弟子望着方清汉 全场哗然 天哪 我们功勋一麦的方师姐 真的太厉害了 是啊 他轻描淡写地 便灭杀了丹麦第二强者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们功勋一麦的弟子 怎么变得如此厉害了 太难以置信了 耳边盘旋着 众弟子的议论声 方清汉望着三号圣魂高台上的丹麦六人 不由地勾勒出一抹迷远的冷漠 我不介意你们一起上 六人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楼阁席位上的唐心莹 缓缓起身 本首席宣布 我丹麦认输 文言 无人嘲讽 毕竟丹麦与功勋一麦的大笔弟子 的确实力悬殊 三号圣魂高台上的六人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方清汉后 掠下了高台 此刻 谭台玄仲心中暗道 功勋一麦 果然不愧是本宗主的直属 沈素斌俯视着谭云 相权不经紧握 不知想些什么 圣魂道人 神色殷勤不定地 自席位上起身 朗声道 接下来是气脉 对阵功勋一麦 话罢 气脉以唐文祖为首的实名 练魂镜大圆满弟子 神色凝重地掠上了三号圣魂高台 慢着 楼阁席位上 新上位的气脉首席 周扬安逸站了起来 俯视着唐文祖 沉声道 文祖 如实回答为师 你有几成战胜他的把握 回禀师父 徒儿友 唐文祖艰难开口道 三成 周扬安逸皱了皱白眉 本首席宣布 我气脉认输 师父 唐文祖不甘之音 被周扬安逸打断 文祖 不必多言 退下 是师父 唐文祖功身领命 便带着另外九名弟子 掠下了三号圣魂高台 圣魂道人宣布道 既然气脉认输 那接下来 便是五魂一脉 对阵功勋一脉 文言 以周润为首的五魂一脉弟子 一同掠上了三号圣魂高台 周润回首望着九人 掷地有声道 他交给我 我必杀他 周润话音腐落 这时 一号圣魂高台上 黄斧玉眺望着周润 淡淡道 怎么 一个大老爷们 想欺负我方妹妹 呵呵呵 方妹妹你退下 让哥哥来 文言 方清汉脸上略过一抹羞涩 点头道 那好吧 方清汉身影一闪 出现在一号圣魂高台上 不敢直视黄斧玉 黄斧玉一摇折扇 潇洒道 方妹妹 你可别喜欢哥 哥只是个传说 黄斧师兄 你坏死了 方清汉娇滴滴的模样 令黄斧玉这个膝背 火一愣 按道开玩笑过头了 自己可是个女人啊 就在这时 已经跃落在二号圣魂高台上的周润 怒指黄斧玉 你这个半男不女的家伙 滚过来受死 澹台玄中眉头一皱 并未说什么 黄斧玉默然回首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双洁白的双翼 从后背上刻然伸出 下一瞬 但见二号圣魂高台上 一抹光芒划过周润的颈部 接着 黄斧玉后背双翼消失 他背对周润而立 手中折扇上滴落一颗血液 啊 周师兄死了 我们周师兄 可是我们五魂一脉第一人 怎么就被一招击杀了 我不信 我不信 哇塞 我们黄斧师兄 好晒哦 灭杀周润 不费吹灰之力 是啊 嘻嘻 我都爱死黄斧师兄了呢 我也爱 黄斧师兄 可是仙门第一美男子呢 在五魂一脉中弟子震惊 惊恐的呐喊中 在功勋一脉女弟子 崇拜爱慕的视野内 但见前一刻还叫嚣的周润 颈部浮现一圈血丝 紧接着 头颅滑落颈部 扑通 无头尸体 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刻 谭台玄仲心中颇为激动 未曾想 谭云给女儿的功法 竟能让女儿凝聚出了实质性的双翼 让女儿仅凭速度 便将周润击杀 五魂道人颤抖着老驱 大声道 我五魂一脉认输 这一刻 再无人敢小瞧功勋一脉 随后 圣魂道人起身 又道 接下来 是古魂一脉 对阵功勋一脉 嗖嗖嗖 当时 以孔城为首的十名古魂一脉弟子 略上了三号功勋高台 道场中 古魂一脉的弟子们 望着孔城 崇拜而兴奋道 孔师兄出手 必定横扫千军 对 在我看来 今年先榜榜首 一定是我们孔师兄 本章完 第五百九十五章 古墓真经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没错 孔师兄可是我们先门古魂一脉 唯一一名将阵脉之术 修炼到十二层的人 可不是吗 古墓真经十二层极难修炼 据说要先后经历十二次兵临死亡状态 才能修炼到十二层呢 我就不信 功勋一脉的功法 还能比我卖古墓真经强大 楼阁上 坦台玄众脸色大变 身为宗主的他 尤为清楚 内门古魂一脉弟子 只要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六层 便可问顶卧龙榜 然而 能修炼到六层的内门古魂一脉弟子 百年都不出一人 同样 先门古魂一脉弟子 若能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 那绝对是近五百来的先门第一人了 因为五百年前 先门古魂一脉的一名女弟子 便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后 在先门九脉大笔时 无人是其对手 直接问顶了先榜榜首 此女名叫薛悠悠 乃是当今圣门古魂一脉的圣女 此刻 坦台玄众听闻 孔城已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 他怎能不替女儿担心 坦台玄众不露声色地给黄甫玉传音道 显儿 孔城已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 你听爹的话 若遇到他 速速退下 闻言 黄甫玉嘴唇急速无声而动 坦台玄众从他嘴形看出 他吐出了你要相信女儿六子 坦台玄众眉头紧促 心想 女儿真有击败孔城的实力 坦台玄众暗存时 圣魂道场中 即便是功勋一脉的弟子 听到孔城已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后 也感到震惊万分 因为五百年前 天之娇女薛悠悠 是仙门弟子中的传奇 楼阁上的古魂道人面带笑容 他自负精度 孔城必定所向披靡 稳坐仙榜榜首宝座 将仙榜从圣魂一脉 挪到古魂一脉 反观五魂道人 风雷道人 气法道人 伏法道人 唐欣盈意识认定 孔城极有可能夺得先榜榜首 不过 令古魂道人意外的是 沈素兵 圣魂道人 乾坤道人 兽魂道人 神色却依旧平静 古魂道人心中一紧 暗存道 谭云将会是孔城的劲敌 沈素兵安然自若 也是应该的 可圣魂道人 兽魂道人 乾坤道人 为何面不改色 难道他们三脉参加 十脉大比的弟子 也出现了罕见的 不惧怕孔城的妖孽弟子 古魂道人 着实想不通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定格在了孔城身上 孔城蔑视一眼黄斧玉 而后 回首看着九人 语气中透露着掌控全局的意味 诸位师弟师妹 稍安勿躁 对付功勋一脉 交给我便是 九人一口同声 一副以孔城 马首是瞻的模样 有劳孔师兄了 九人之所以 对孔城如此恭敬 是他们清楚 孔城一旦成为先榜榜首 便有九成 可能晋级为 圣门古魂一脉圣子 so 孔城副手而立 轻轻迈出一步 便跨过了千丈虚空 出现在了二号圣魂高台上 他看着三百丈外的 皇甫玉眼神中 弥漫着浓浓的寒意 单挑九脉之事 是由谭云所起 我只想杀谭云 不想多造杀戮 你不是我对手 回去吧 让谭云出来一战 闻言 皇甫玉折扇一挥 自右手凭空消失 旋即 一柄具有古属性 光明属性的极平宝气飞剑 自右手中幻化而出 皇甫玉显然知道 古墓真经的强大 他收起了笑容 一字一顿道 让我回去 若我说不呢 嗡 话音腐落 空间震荡之际 一双透露着神圣意味的洁白双翼 从皇甫玉后背钻出 孔承摇头一笑 不 哈哈哈哈 那你就去死 嗡 顿时 孔承发丝飞扬 下一瞬 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但见他头顶上空 疏然 幻化出十尊胎魂的虚影 接着 他的气息疯狂暴涨 直逼神魂进三重 显然 他除了是古属性极品资质外 还是受胎魂极品资质 眼见此幕 台下古魂一脉的弟子们 疯狂地呐喊道 天哪 孔师兄隐藏得可真甚 他原来还是受胎魂 古墓真经 古墓灵影 孔承右手一翻 一柄古属性飞剑幻化而出 紧接着 他在众弟子视线中消失 咻 下一瞬 一道长达百丈的乳色古之力剑芒 自黄斧玉头顶上空刻然出现后 带着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瞬间吞噬了黄斧玉 黄斧师兄小心 台下 功勋一脉的女弟子们 心急如焚地提醒中 并未发现 在古之力剑芒下 黄斧玉粉身碎骨的一幕 咻 当古之力剑芒中的黄斧玉 身影溃散时 黄斧玉犹如降临人间的天使 猝然出现在苍穹中 俯视着孔城 好快的速度 孔城不禁师生惊惑 心中一紧 发现黄斧玉的速度 竟然丝毫不比自己 施展古墓 灵影后的速度慢 快吗 黄斧玉嘴角 酿起一抹冷笑 你就让你 见识一下真正的速度 嗡 陡然之间 黄斧玉后背的圣意上 浮现出一缕缕金色圣文 杀 黄斧玉犹如流星 一闪而逝 在孔城惊悚的目光中 已经持剑杀到了其身前 咻 孔城持剑朝黄斧玉 猛然斩去 顿时 一道骨之力 剑芒迸发而出 然而 就当斩中黄斧玉时 它再次消失 旋即 孔城感受到身后 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 它施展古墓灵影 像是风中的落叶 在低空中飘忽不定 扑吃 黄斧玉速度更胜一筹 一剑斩向孔城的颈部 孔城躲避中吃痛 虽然躲过了一剑割喉的厄运 但它颈部上 却浮现出了一道 触目惊心的伤口 血液从颈部中喷泊而出 你这个阴柔男人 居然伤了我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孔城彻底被激怒 它嘶吼一声 施展了古墓真金十一层 骨丝天穷 嗡嗡 煞时 一股骨浑厚的乳色骨之力 自孔城体内涌出 围绕它急速悬绕 眨眼间 在它周身形成一股 高达三百丈的骨之力漩涡 吞没了它的身影 古之力漩涡中 涌入一股气息 那气息顷刻间 笼罩着整座圣魂道场 尤其是它身处的 二号圣魂高台上空 一道道 长达百丈的空间裂缝 爬满了虚空 皇甫贤弟小心 它的气息 已达到了神魂境三重 谭云连忙提醒 本章完 第596章 万古剑绝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正如谭云所言 孔城在兽属性的十倍 实力增幅下 又施展了古墓真经 十一层 此刻 它的气息 已达到了神魂境三重 谭兄 我明白 但不管怎样 今日活下来的人一定是我 皇甫玉煽动着双翼 攀升到了千丈高空 好大的口气 我要让你知道 唯有我古魂一脉的古墓真经 才是最强大的 你这个阴柔祸 能死在古墓真经之下 也是你的造化 身处三百丈古之力 漩涡中的孔城 目露凶光 右手持剑 剑指苍穹 Soul 突然 又一个孔城出现在漩涡内 紧接着 第三个 第四个 瞬息之间 十个二孔城成环形而立 纷纷剑指苍穹 伴随着鬼库狼豪般的声响 当时 那高达三百丈的古之力漩涡 分别注入到了 十二个孔城手中的十二柄飞剑内 杀 十二个孔城左手自胸前掐起法印 身体在高台上分散开来 急速悬绕间 右手飞剑朝苍穹中频频挥出 羞羞羞 顿时 一道道百丈古之力剑芒 宛如一片方圆五百丈 密不透风的剑狱 那浩瀚的剑狱 带着一道道长达数百丈的巨大空间裂缝 朝苍穹中的黄斧玉 轰然而上 剑狱所过之处 一方方虚空仿佛崩溃 骇人至极 而圣魂高台上的十二个孔城 依旧在急速悬动 一道道古之力剑芒 仿佛无穷无尽 朝苍穹中的黄斧玉 接踵而至 这一刻 坦台玄重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古魂道人面露微笑 在他看来孔城此宫 别说黄斧玉是区区炼魂镜大圆满 纵是神魂镜三重 也必负伤 此刻圣魂道场众弟子 凝视屏息观望 光明圣意 一顿 黄斧玉心念间 他后背的光明圣意 布满了一缕缕金色的圣文 瞬息间 一丈长的圣意 变成了十丈之巨后 猛然合拢 将他笼罩其中 这怎么可能 楼阁上的古魂道人起身 狮神惊呼道 好强的防御 澹台玄重忍不住了 站起了身体 其他首席 长老亦是如此 碰碰碰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那一道道撼动苍穹 撕裂虚空的古之力剑芒 斩在黄斧玉护体的光明 圣意上后 竟然溃散无形 碰碰碰 无穷无尽的剑芒轰击中 澹台玄重 沈素兵 沈素贞心中一领 他们发现黄斧玉的双翼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缝 仿佛不多时就要被轰碎 阴柔难染 我看你能坚持到何时 高台上十二个孔城悬绕间 发出耻笑之音 同时 他心中震撼 万万未想到 黄斧玉的双翼防御力量 惊恐不如斯 然而 令他乃至于多数人震惊的 还在后头 此刻 任谁都未发现 被光明圣意笼罩中的黄斧玉 正右手持剑 嘴唇如洞间 一股股神圣的光明之力 和一股股浩瀚的骨之力 正从他体内 疯狂地朝右手中的骨 光明属性的飞剑内注入 他修炼的万古剑爵 共分三十二重 每提升一个大境界 可以修炼一重 如今已迈入三重万古剑爵的他 自负自己最强的一击 必定不输于孔城 瘟 书然 方圆千丈的苍穹未知震战 在众人惊悚之中 感受到一股强横的气息 从笼罩着黄斧玉的双翼内涌出 那股气息浩瀚而神圣 仿佛蕴含着不容亵渎的意念 使得方千丈的虚空 像是一面偌大的镜子 布满了密密麻麻裂缝 且那空间裂缝 还在朝四周虚空急速蔓延 呼吸间 黄斧玉方圆一千五百丈的虚空 变得支离破碎 仿佛虚空内的空间裂缝中 折伏着灭天灭地的巨兽 将要冲碎云霄降临人世间 孔承小心 此人有古怪 楼阁上 古魂道人大吼提醒 无需古魂道人提醒 此刻 孔承也感受到了 从天而降的强横气息 他不敢再有所保留 古墓真经十二层 古镇苍穹 殊然 十二个孔承急速重叠化成了一人 他的气息骤然超过了神魂进三重 直追神魂进四重 不男不女的小子 给我死 孔承怒吼 双脚踏地 整座圣魂高台站立之际 他双手持剑 身体炮弹般轻云而上 与此同时 他双手猛地朝上空中黄斧玉 刺出了一剑 顿时 黄蜂肆虐着天地 他手中的极平宝气骨之力飞剑 脱手而出 骤然变成百丈之巨 带着洞穿虚空的力量 朝黄斧玉冲天刺出 孔承双手合时 十二股不惧死亡的意念 化成了十二道他的虚影 钻入了飞剑内 这十二道虚影 正是他在迈入古墓 真经十二层时 感悟的十二次死亡意念所化 在十二道死亡意念的加持下 那长达百丈的飞剑内 散发出一股股 媲美死亡之力的威能 就在冲天起的飞剑 距离黄斧玉仅剩百丈时 他终于动了 嗡 虚空阵战中 笼罩他的光明圣意 末地伸展开来 就你凭你还杀不死我 黄斧玉竖发犹如瀑布般散落后 一缕缕青丝 无风而舞 他美得惊艳 若非他颈部有猴结存在 否则 这一刻 所有人都会认定 他是女子 死 黄斧玉神色从容 一股媲美神魂镜四重的气息 从他体内 轰然而出 万众瞩目中 他右手持剑双翼合拢 静意瘦小的身体 犹如流星般俯冲而下 挥剑斩向暴冲 而来百丈飞剑 仙儿 澹台玄重双拳紧握 心中担忧不已 黄斧玉不自量力 他死定了 一定会被孔师兄击杀 这时 一名古魂一脉弟子的叫嚣声 戛然而至 但见黄斧玉手持长剑 击中百丈飞剑的刹那 长剑内爆发出一团 由光明之力 古之力融合而成的古老气息 那古老气息 强横至极 宛如一轮古老的骄阳 漠然绽放 令人双目刺痛 多数弟子不得不厕守闭目 不 不可能 你究竟修炼的适合功法 怎么比我古墓真金十二层 还要强大 孔城那生死历劫的恐惧声 传入了所有人耳中 众人眯眼望去 看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一幕 本章完 第597章 震撼全场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雨木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孔城那百丈 极品宝气飞剑 在那轮充斥着古老气息的骄阳中 寸寸军裂 哗啦啦 咻咻咻 百丈宝气飞剑 像是碎裂的陶瓷 在虚空中蹦射之时 那古老气息的骄阳 绽放的鱼威 带着蜘蛛网般的空间裂纹 轰然降临 吞噬了孔城 不 不 孔城惨烈的哀嚎声中 蕴含着太多的情绪 有不甘 恐惧 有悲痛 绝望 孔城的惨叫声很短暂 非常短暂 而后 这位古魂一脉 近五百年来 唯一一名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的妖孽弟子 在古老气息的余威中 化为漫天飞溅的碎尸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 古魂一脉的长老 十数万弟子 以及古魂道人 神色呆滞 他们实难接受 孔城会死的事实 不 古魂道人老去抖动 一股紫红的心血 喷出了口腔 苍老之音中 充满了悲痛的萧瑟之意 为何 这是为何 我堂堂古魂一脉的阵脉之术 怎会不敌功勋 一脉一名弟子的功法 扑扑扑 古魂道人急火攻心 再次连喷三口血液 在如此打击下 一瞬间 仿佛苍老了十岁 静止晕了过去 直挺挺地朝后方倒去 首席 一名古魂一脉长老 连忙搀扶住了古魂道人 这时 澹台玄仲俯视着 飘落在二号圣魂高台上的黄甫玉 他魁梧的身体 因激动而发抖 他的确未想到 女儿会强悍到了这部田地 能将古魂一脉五百年 才出现的 一位天才击杀 圣魂道场中 那仿佛静止的年轮 又恢复了运转 而后 古魂一脉弟子的哭喊 悲痛 失落之音 与功勋一脉弟子的亢奋之音 犹如潮水吞没了天地 孔师兄死了 他怎么会死啊 我们的孔师兄死了 我好难过 他可是将古魂真经修炼到极致的人 我的心好痛 难道我们古魂一脉 真不如功勋一脉吗 皇甫师兄太厉害了 很显然 我们功勋一脉 才是最强的 没错 古木真经又怎样 修炼到十二层又如何 还不是被皇甫师兄杀了 就是 从今以后 古魂一脉 除非有更加逆天的功法 否则 将会永远被我功勋一脉踩在脚下 在我心中 皇甫师兄的确非常强大 但我感觉 还是我们大师兄最厉害 没错 我敢断言 我们大师兄谭云 在外门时是外门第一人 他到了内门后 也是第一人 而此度先门时迈大比 大师兄依旧会是先绑绑手 千哪还要你说 要我看 大师兄以后到了圣门 那也是第一人 哦不对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就在众人拟一眼我抑郁时 突然 谭云的担忧声响起 贤弟 众人寻声望去 看到谭云已出现在二号圣魂高台上 搀扶住了皮头散发的黄甫玉 此刻 黄甫玉脸色有些苍白 一缕血液溢出了嘴角 他看着谭云 微微一笑 我没事 只是受了点内伤 休息一下便好 嗯 谭云轻轻地拍了拍黄甫玉的肩膀 低头 嘴巴贴近黄甫玉的耳朵 声若闻音道 为兄给你的功法 越到后面 越极挑战的实力越强 终有一日 你会真正迈入绝世强者的行列 黄甫玉闻着谭云散发的男子气息 他心头露撞 至于谭云说了什么 他也未听清 只是点了点头 走 我带你过去歇歇 谭云说道 等等 我还要比下去 不带黄甫玉话罢 谭云便俯身抱起他 掠过低空 出现在圣魂高台上后 将他放在了地上 你负伤了便休息 剩下的大笔 交给我 谭云嘴角微微上翘 那 好吧 黄甫玉点了点头 颇为听话的模样 黄甫玉 我有一些话 不知当不当讲 这时 模样有些憨厚的杨冲 嘿嘿笑道 黄甫玉盘歇而坐 轻声道 你说 杨冲看着劈头散发的黄甫玉 如实道 黄甫兄 你劈发后的样子 真的比女人还美 啊 黄甫玉将长发竖起 脸上浮现出一抹红玉 杨冲 你别乱说 方清汉替黄甫玉打抱不平道 你再诋毁我黄甫哥哥 小心我揍你哦 啊 我怕了行了吧 杨冲憨厚一笑 便不再多言 好了 别闹了 谭云摆手示意几人安静后 看了看已是黄昏 吧 为了不浪费太多时间 能在天黑前我功勋一脉胜出 接下来 就由我出手吧 文言 还未出手过的杨冲 柳依依 南宫如雪 高不骄 和望言 木梦义 点头道 我们都听你的 谭云笑道 你们会有出手机会的 当诸神战场试炼开始 我们再将神魂先攻 永恒先宗弟子杀得片甲不留 好 木梦义几人一口同声 声音虽轻 却清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 圣魂道人皮笑若不笑道 狂言人人都会说 谭云 时脉大笔还未结束呢 你们功勋一脉能否夺魁 那还是未知数 现在别浪费大家时间 你们功勋一脉 接下来谁上场 还是早做决定吧 兽魂道人面带讥笑 你们功勋一脉想夺魁 那得问问我兽魂一脉弟子 是否同意 乾坤道人一时冷笑道 还得问问我正脉弟子 愿不愿意 众人从圣魂道人 兽魂道人 乾坤道人的语气中 一测 莫非圣魂 兽魂 正脉 参加时脉大笔的弟子中 还有不怕孔城的人 谭云闻言 复之一笑 身影一闪 便出现在二号圣魂高台上 风轻云淡地望着 三号圣魂高台上的 九名古魂一脉弟子 道 古魂一脉 一直与我没有任何恩怨 真若有 那也是 方才孔城自寻死路 想杀我贤弟 反被我贤弟所杀 我不想大开杀界 希望你们知难而退 但同样你们 若想报仇 我也绝不留情 好了 你们一个一个来 还是一起上 决定缺我给你们 本章完 第598章 羡慕极度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谭云的话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丢进了人群 引起了轩然大波 多数人认为 谭云实力超群 只有少数人认为 谭云过于自负 要知道 在以往先门九脉大笔中 古魂一脉在九脉中的名次 都能进入前四啊 尽管实力排名第一的孔城已死 可剩下的九人 那绝非泛泛之本 肃静 谭台玄仲 白手示意众人安静后 目光暂许地看着谭云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定格在了 三号圣魂高台上的九名弟子身上 九人的确犹豫了 他们不傻 他们从皇甫玉 穆孟义 罗反九人以谭云为首的模样 便能看出 透露着两种讯息 其一 谭云实力最强 其二 谭云实力不是最强 但运筹帷幄的领导力 却能驾驭九人 他们举棋不定 人家都说 可以让自己一起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 若不这儿退 这个人可丢得不轻 可若战 深怕自己九人不敌 而葬送性命 事关生死和荣誉 九人不得不慎重 于是 不由自主地把目光 投向了楼阁上 以苏醒的古魂道人身上 古魂道人横眉竖纹 白眉抖了又抖 最终深吸口气 俯视着谭云 口吻释然道 谭云 正如你所言 我古魂一脉 一直与你还有功勋一脉 并无恩怨 方才孔承之死 是他既不如人 这怪不得别人 这样吧 现在我古魂一脉的九名弟子 与你只是单纯的博弈 希望你手下留情 让他们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即可 可以吗 闻言 谭云暂且不论古魂道人 真实想法是什么 但至少面上并无恶意 既然前辈有言 晚辈遵从便是 谭云朝古魂道人 报了报权 好 很好 古魂道人应声后 看向三号圣魂高台上的 九名弟子 道 田香 你去向谭云讨教一下 田香乃是古魂一脉 数十万炼魂境界中 排名第二的强者 亦是古魂道人的清传弟子 同时 也是古魂一脉第一美女 是师父 田香恭敬领命后 妙曼的身影 从三号圣魂高台上 一闪而逝 便出现二号圣魂高台上 与谭云相隔 百丈相视而立 谭云 请赐教 田香话音腐落 沉于落雁的容颜上 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他美眸大争 却是谭云在他面前 凭空消失 下一瞬 他挤背发寒 感受到一道清风 从身后掠过 接着 谭云从他身前幻化而出 这足够了吗 谭云低头看着 右手中的 一只青绿色的发簪 若有所指到 田香郊区剧烈发抖 因为他知道 方才谭云 出现在他身后 将他头上的发簪取走 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此刻清楚 谭云单凭速度 便可以击杀自己 在所有二百万弟子中 只有寥寥数人 方才捕捉到了 谭云的移动痕迹 而其他弟子 神色茫然 不知田香 为何看着谭云手中的 一只发簪颤 更有些想象力 丰富的弟子 一侧莫非 谭云手中的发簪 对于田香而言 是不是有某种意义 以至于田香看到后 如此失态 谭云 我输了 输得很彻底 谢谢手下留情 田香一代天之娇女 她面对如此打击 泪水速速滴落 没有人明白 她为何会哭 很多人认为 她有些脆弱 包括她师父古魂道人 但没有人清楚 她此刻自尊心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因为无人知道 其实她田香 在三个月前 也将古墓真经 修炼到了十二层 可结果 她在谭云面前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她怎能不悲伤 怎能不难过 强烈的颓废风暴 肆虐着她的全身神经 以至于她落下了泪水 谭云上前一步 将手中的发簪插入了田香的发际上 轻声道 只有经历过挫折 失败 才能更加看清自己 也看清这个世界 不是吗 嗯 田香抹去泪水 点了点御手 掠下了高台 默然回首 看向谭云 我希望有生之年 还能再与你比一次 谭云笑了笑 随时奉陪 古魂道人面 带苦笑摇了摇头 她清楚不是徒儿田香实力弱 而是谭云太过于强大了 随后 三号圣魂高台上的八名古魂 一脉弟子 有些佩服地望着谭云 掠下了高台 这时 目睹谭云 赢得田香过程的圣魂道人 神色凝重了几分 但也只是凝重而已 她坚信自己 圣魂一脉弟子 可以战胜谭云 圣魂道人心中 冷笑过后 朗朗之音 响彻到场 接下来 是伏麦 对阵功勋一脉 文言 道场中 二百万弟子前方 以和申为首的 十名伏麦强者 有些惆怅 因为他们从方才谭云 摘掉田香的发簪速度 便清楚 不是谭云对手 楼阁上 伏法道人起身 耸了耸肩 安慰道 和申 你们主要修习服术 不是谭云对手 也情有可原 认输不丢人 随后 和申食人 选择了认输 接下来 是风雷一脉 对阵功勋一脉 风雷道人 长叹一声后 浑浊的眸子里 流露出 难以掩饰的落寞 我风雷一脉 也认输 话落 风雷道人 看向谭云 他多么渴望自己 风雷一脉 也能出现 一名像谭云 这样的妖孽弟子 他是如此的 极度审速兵 他怎么走了狗屎运 得到了谭云 这样的弟子 在他看来 若非谭云 在内门一名惊人 又在永恒先宗 三大古老宗门 丹树大笔中夺魁 沈素兵 岂会被宗主封为 丹麦功勋长老 若没有谭云 沈素兵岂会有机会 脱离仙门丹麦后 自立门户成为 与自己平起平坐的 仙门 一脉之尊 此刻 羡慕极度沈素兵的 何止风雷道人一人 圣魂道人 看着认输的风雷道人 嘴角滑出一抹嘲讽 旋即 脸色一正 接下来 是兽魂一脉 对阵功勋一脉 骚骚骚 兽魂一脉 以朱若霖为首的 十名弟子 跃上了 三号圣魂高台 这时 楼阁席位上 兽魂道人 豁然起身 俯视着朱若霖 朗笑道 若霖 你可知道如何做 朱若霖一副 巾帼不让须眉的模样 意气风发道 弟子将会击败谭云 击败所有人 成为先榜榜首 本章完 第五百九十九章 惊天气血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哈哈 好 有气魄 为师期待你的表现 兽魂道人 抚虚而笑 他昨夜便交代 朱若霖若在 时脉大笔中 遇到谭云 一定要将谭云击杀 这时 圣魂道场中的二十万名 兽魂一脉弟子 崇拜地昂视着朱若霖 忍不住惊呼道 据说朱师姐 已经将我们古魂一脉的 正脉之术 修炼到八转了 虽然还未修炼到九转 但足以横扫其他九脉 参加大笔的弟子了 是啊 我记得三百年前 我们先魂一脉的段师兄 便是将兽魂九转 修炼到了八转 那时 可是碾压性地登上了仙榜榜首 我敢肯定 朱师姐此度大笔 一定会击败所有人 不错 我可是听说 在六百年前 当时我们的牧师姐 可是凭借兽魂八转 战胜了古魂一脉 一名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的弟子 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所以很显然 我们兽魂一脉的正脉之术 比古魂一脉的正脉之术 要强悍很多 谭云听着兽魂一脉 众多弟子对兽魂九转的吹捧 他淡淡地笑了笑 那是一种不屑一顾的笑 更是轻蔑之笑 反观 楼阁席位上的古魂道人 脸色则颇为难看 他知道六百年前 自己卖的一名天才弟子 当初的确在将古墓真经修炼到十二层的前提下 败给了兽魂一脉将兽魂九转修炼到八转的弟子 穆盈盈 六百年前的那一场对决 是古魂一脉的耻辱 同时 古魂道人并不认为 是自己一脉的古墓 真经不如兽魂九转 要知道 功法是死的 但施展之人却是活的 胜负的主要因素 还要看是什么人施展才是 这时 三号圣魂高台上的朱若琳 将谭云的表情看在眼里 他眼神中充斥着毫不掩饰的杀机 你想笑的话 我就给你时间 让你尽情地笑 因为待会儿你 将会死在我的兽魂九转之下 此话一出 楼阁上除了兽魂道人外 包含坦台玄仲在内的其他首席 长老们 身体明显一抖 眼神中透露着震惊之色 反观圣魂道场中 二百万弟子的人群中 发出了极度疯狂的惊呼 我的天哪 你们听到没有 我们的朱师姐 已经将兽魂九转 修炼到九转了 是啊 太难以置信了 原来朱师姐 不是修炼到八转 而是九转 嘎嘎嘎嘎 这次谭云死定了 朱师姐这次 一定人党杀人神党杀神 我可是听说 在三千年前 我们先门兽魂一脉的师兄 便是修炼到了九转 从来没有人能在九转下活命 太激动了 待会儿终于可以看到 朱师姐施展九转了 在众人惊呼中 谭云耳中 响起了谭台玄重的担忧之音 谭云 你万不可掉以轻心 受魂九转 今天气血这一招 非常的强大 谭云不露声色点了点头后 他似笑非笑地 眺望着三号圣魂高台上的朱若霖 淡淡道 虽然我不知道 你所谓的九转 究竟多强大 但你若想杀我 只有一种可能 你知道吗 哈哈 那就是做梦才能做到 文言 功勋一脉的弟子们 哈哈大笑 大师兄威武 朱若霖 你想杀我们大师兄 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被我大师兄干 死 我嘎嘎 皇甫师兄方才 征服了古墓真金十二层 现在我们就坐等 大师兄灭了朱若霖 文言 朱若霖眸子里 充斥着熊熊木火 谭云 我要杀了你 说着 陡然间 化为一道残影 掠上了二号圣魂高台上空 他身体在虚空中停顿的刹那 头顶上空漠然幻化出 十尊与他一模一样的胎魂 寿魂九转 惊天气血 朱若霖身之谭云强大 他一出手 便毫无保留 虚空中 他右手在胸前结印 朱唇频频扇动 无声而语 呼得 悬浮于他上空的十尊胎魂 睁开了双目 那深邃的乌黑双目 急速变成了血色 紧接着 一股股血雾 从十尊胎魂体内 喷波而出后 汇聚在一起 在虚空中幻化成一片 方圆千丈的血云 令人观之汗毛道理的是 那方圆千丈血云翻滚中 换成了一片血海 血海中弥漫出 浓郁的血腥气息 他那十尊盘息 而荡漾在血面上的 十尊胎魂 发丝飞扬 变成了十尊 由血液凝成的影子 苍穹中血海滔天 传出婴儿般的哭泣声 望着这一幕 二百万名仙门弟子 猛吞口水 心惊胆战 因为着实太惊悚了 瘦 朱若霖朱唇轻起 他发丝飞扬 疏然 血海中的十尊胎魂 带着十股血液洪流 隔空流入了他的眉心内 下一瞬 朱若霖的一双眼眸中 瞳孔消失了 但见他的眼眶内 血海翻滚之中 一股强悍的气息 从体内散发出 使得方圆两千丈的苍穹中 爬满了一道道 长达千丈的空间裂缝 谭云瞳孔微微一缩 但见朱若霖的双手 脸部 颈部 乃至于全身变成了血色 谭云自始至终 依旧显得神色从容 气血灵长 给我杀 朱若霖右手 朝谭云猛然按下 瞬时 一只三百丈摩天血掌 带着军烈的虚空 朝谭云 轰然拍下 摩天血掌还未降临 那无以伦比的强悍气息 已轰然冲击在 二号圣魂高台前方的 上百名弟子身上 啊 太强大了 快后退 惊恐的尖叫中 上百名练魂进九重的弟子 口喷鲜血 脸色苍白的仓皇后退 反观不动如山的谭云 浑身弥漫着一股股 淡金色的灵力 他双腿弯曲一蹬 身体冲天起 灵力覆盖的右掌 带着崩裂的虚空 轰然迎在了摩天血掌上 砰 轰隆隆 在一声震笼发聩的巨响中 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那摩天血掌 竟在谭云一掌之下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纹 给老子碎 谭云抡起左拳 轰然砸在了摩天血掌上 如今 谭云已迈入了鸿蒙霸体四阶初七 一拳之力便可轻而易举地毁灭极品宝器 他的一拳之力何其强大 砰 伴随着一道惊天巨响 那裂缝纵横交错的摩天血掌 便崩碎开来 谭云 你的肉身力量再强大又如何 你一样要死 悬浮于空的朱若霖 发出了射人心魄的冷鹤 刹那间 他右手中凝聚出一柄血剑 杀 朱若霖右手持剑 血色身体 朝谭云俯冲而下之际 挥剑隔空斩下 本章完 第六百章 以灵作阵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顿时 一道由血液幻化而成的三百余杖剑芒 死死地锁定住了谭云 带着诡异的气息 和那激进崩塌的虚空 朝谭云吞噬而下 这是朱若霖最强的一击 一剑之威 惊天地气鬼神 谭云瞳然一缩 眼神中掠过一抹明雾 他一眼看出 这由血液凝聚而成的剑芒 可以无视自己攻击 亦是说 若谭云持剑格挡 届时 那血色剑芒 便可瞬间渗透长剑 而轰斩在他身上 此刻 楼阁席位上的寿魂道人 面带宁笑 他认定谭云必然身亡 不仅寿魂道人如此想 除了审宿兵外的其他首席 也是如此 唐欣盈美眸中充斥着担忧 不禁握起了香拳 就在全场多数弟子 以为谭云必死无疑之际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深深震撼着所有人心灵 吞噬心震 虚空中的谭云 神色肃穆 身体一边急速朝台下飙射而下 双手闪电般 朝苍穹中频频推出 每推出一掌 便有一股金色灵力 在虚空中幻化成一颗金色星辰阵击 转瞬间 谭云挥出9981掌 苍穹中89一颗金色星辰阵击 分散开来 形成一个直径300丈的环形 秀 与此同时 谭云食指急速弹动 360道金色灵力 冲天起 化为了360个金色光点 看似杂乱无章地分布在了81颗星辰阵击的内部 若仔细观看的话 便会发现 360个光点 形成了一个圆形阵眼 吞噬心阵 给老子吞 谭云一声大吼 浑身悬绕的灵力 涌入了双臂 他双掌猛然朝苍穹推出 历时 他方圆百丈灵池内的灵力 整整被抽出了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的淡金色灵力 贯穿双臂与双臂内的灵力汇聚在一起 骤然化成一股水管粗的灵力光柱 从双掌内冲天起 射入了苍穹中吞噬心阵的阵眼内 瓮 当时 吞噬心阵内的360个金色光点 各绽放出一棚金色光幕后 骤然旋转 在81颗星辰阵击内 形成了一股直径百丈的星光漩涡 而这时 那由血液凝聚而成的三百丈剑芒 轰然展在了吞噬心阵上的刹那 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那血液剑芒 竟然化成了一股血液 被吞入了星光漩涡内 不 不可能 这时 俯冲而下的猪若林 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显然他受到了反噬 他原本变成血色的身体 瞬间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不 啊 圣人的尖叫中 猪若林脸色苍白 鼓鼓血液从口腔内涌出 他头晕目眩中 身体如陨石般的速度 朝下方的吞噬心阵内坠落 谈云 求你饶了我徒儿 楼阁上的兽魂道人 浑浊的泪水夺框而出 谈云 求你了 闻言 谈云一挥手 一股灵力冲天起 卷住了猪若林 使得浑浑噩噩噩的他 悬浮在了吞噬心阵上空 猪若林浑身发抖地俯视着 下方的星光漩涡 他惊恐万分 他疑惑不已 他不清楚 谈云怎么会破掉自己的最强一技 师父不是说过 兽魂九转的惊天气血之剑 根本无法破解 以至于敌人必须硬汉吗 可是 为何谈云能破掉 兽魂道人 剑爱图未掉入星光漩涡 他刚松口气 谈云接下来的话 让他心中一紧 谈云昂视着兽魂道人 神色冷静地令人发指 口吻不含一丝感情 晚辈有个问题 您来回答一下 您若不口是心非地回答上来 晚辈或许会饶他不死 兽魂道人顾不上多想 忙不迭道 你 你说 只要你放弱林 一切都好说 本首席保证 今后我兽魂一脉 和你之间的恩怨 一笔都消 好不好 好不好啊 谈云神色平静道 您回答我 您和朱若林 是不是想杀我 若我不敌 你和朱若林 是否会放过我 文言 兽魂道人身体一颤 脸色难看至极 当着众人回答谈云 会放过谈云 兽魂道人清楚 众人不是杀笔 自己说了 不仅会被人耻笑 还会彻底激怒谈云 他只能硬着头皮道 没错 若你不敌 若林可能不放过你 他又连忙道 可是谈云 你不是没死吗 还有本首席 已经说了 只要你饶了若林 你和我受魂一脉 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啊 哈哈哈哈 一笔勾销 谈云一团怒火 自心投燃起 按照您的意思 若我死了 那便死了 若我没死 饶了他 就一笔勾销 你还真好意思说 哼 那晚辈也有一句话告诉您 晚辈做事的原则就是 晚辈从不主动招惹是非 但同样晚辈也不惧怕任何报复 至于您所谓的一笔勾销 当然也可以 那就是 晚辈杀了他后 您再一笔勾销 兽魂道人惊慌失措道 谭云 俗话说 冤家已解不已解 兽魂道人声音突然中断 察言观色的他 分明从谭云眼中 看到了那一闪而逝的决然 谭云你等等 兽魂道人大喊一声后 猛然转身跪在沈素兵面前 沈首席 求您和谭云说说 让他饶了若林吧 我求您了 沈素兵无动于衷 但他和所有人一样 颇感意外 不清楚兽魂道人 会为了一个弟子 会做出下跪的举动 宗主啊 兽魂道人侧手跪下 声泪俱下 若林是属下唯一的女儿 求您开恩 让谭云饶了我女儿吧 此话一出 兽魂一脉的二十万弟子愣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朱师姐是首席的女儿 谭亭玄仲眉头一皱时 一道声音传入兽魂道人耳中 饶了他可以 但今后你要效忠于本宗主 而不是你上头的老匹夫们 你若同意 就叩首 不同意 那你女儿就死 兽魂道人猛然叩首不语之际 谭亭玄仲给谭云传音道 饶了他 今后兽魂道人将会是本宗主的棋子 话罢 谭亭玄仲一副秉公处理的样子 看着兽魂道人 这是大笔 本宗主不能插手 谭云饶不饶你女儿 你还得问谭云 兽魂道人心有所悟 含泪转身看向谭云 谭云 真的求你了 他清楚方才 宗主一定给谭云传音了 谭云深吸口气 右手一挥 当时 吞噬心阵上空已经昏迷的朱若林 稳稳地飞落在了三号圣魂高台上 旋即 虚空中的吞噬心阵 溃散无形之际 乾坤道人神色亥然道 这怎么可能 谭云 他怎么懂得传说中以灵作阵之术 本章完